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病,他的三交不通,他因为他有三交不通,所以他会牵扯到少阳区块的柴湖症的样子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三交不通的时候,他这个水器都堆在这里,他会不会斜下门筒,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呢,那因为这个病邪有牵连到邪下,他会干扰到少阳区块,所以他同样会有少阳病的特征就是什么 头的侧面也在不舒服,他就是不只是后方,所以这些东西都有挂到少阳区块 那这个不能食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哦,一个人他已经是,病已经是细在太阴了,身体里面已经是有湿气了 就是脾胃不,因为脾的运作不够好,所以才湿气堆在那里嘛 然后他又,医生有二三下肢,那这样子二三下肢之后,那一定更虚,对不对 更虚的时候,当然不会再有胃口吃饭了 而这个跟这个柴湖症的那个胃口不好,默默不欲饮食,这个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因为柴湖症的默默不欲食饮,想吐什么,邪高痛下,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邪在胆腻于胃,就是身体里面的互相的交流的情报处的问题 就是胆那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告诉你,告诉胃说,你不要再吃饭了,我这边撑不住哦 所以邪在胆腻于胃是另外一件事,那跟你整个因为二三下肢而把消化系统搞虚了 这件事情又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看起来像柴湖症,它里头却有不属于柴湖症的征兆 那你看这个小便男跟水逆这两件事情,那就是五菱散症的征兆 那实际上这种发黄的病啊,在临床上面我们是用阴沉五菱散在治疗的 就是五菱散里面在加阴沉号,这个我们之后的条文会上到的 就是阴沉五菱散,因为阴沉是一个去湿热的药,加在五菱散里面就可以去湿去热,退黄,通水路 通水道,所以这样一个阴沉五菱散症,它的状况看起来呢 会很像是柴湖汤症,那这个很像是,其实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后面的这个七十一条,对不对 它说一个人感冒了四五天,身体发,有点发烧,然后怕疯,然后颈向僵,然后斜下满,然后手足温 这样子就可以用小柴湖汤,其实主症跟前一条不是差很少嘛,对不对 只是一条是要用小柴湖汤,一条是不可以用小柴湖汤,就是这样一件事 另外呢,就是,所以我们会说,一个人如果我们要说柴湖症的话 一个人如果,颈向都僵硬,有包刮脖子侧边,而他,胸斜闷,这样子就是小柴湖汤症了 那,另外呢,如果要说到黄的话,你说黄病就不能够用小柴湖汤吗?未见得 比如说像,在这个颂本里面有一条,颂本金奎药里面有一条,就说各种发黄的人,如果他是肚子痛又呕吐的,那这个肚子痛又呕吐的发黄 这个东西很可能是近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胆囊有什么病的状况,就是真正的胆有病的黄胆 那肚子痛而呕吐的发黄,那这个在颂本是用小柴湖汤,在桂林本是用大柴湖汤 那大柴湖汤是轻胆囊的药,这也没有错,所以你说这个黄症,如果是肚子痛加吐,那这个也是属于柴湖系列的症 所以,所以这个,如果是七十一条就是对,或者说发黄用柴湖汤的那种状况也对,那相对来讲,这个七十条就会让人感到十分之复杂 那他的这个复杂呢,我们重新来顺过一遍的话,我们来先看来,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能用柴湖汤 因为呢,这个人的病哦,他可以是,他是有湿热在里面,这个湿热浴在这个三胶水道之中,然后这个人发黄,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因为这个湿热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标准答案是五菱散系统的病,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水腻,会有这个小便难,对不对,这就是五菱散的症状,这一连串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不给他吃阴沉五菱散,而给他吃了小柴湖汤,你可以说,那都是青三胶啊,对不对 阴沉五菱散也是通三胶,小柴湖汤也是通三胶,那我用小柴湖汤下去会怎么样呢? 那小柴湖汤下去哦,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用了柴湖汤之后啊 他的这个,柴湖汤是,可以说柴湖汤在清这个斜下的这个三胶部位的这个火,是有办法的 所以他这个湿热,对不对,原来是湿热 于是呢,柴湖汤走这个区块,把这个地方的湿,小柴湖不去湿哦,那就是去热 所以就把这个热清掉了,对不对 他就变成,所以湿热里面的热去掉,他就剩下湿湿冷冷的那种太阴病的那种湿气,留在三胶水道里面 那我们上个礼拜在说柴湖汤的药效的时候,不是有说在阳明片里柴湖汤说什么 湿了柴湖汤以后,上胶得通,上胶得通,为弃阴河,对不对 就是,那上胶得通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当一个人上胶得通之后,他就说,然后这个人的这个,消化道内侧 就会开始有水可以分泌出来,于是他的大便就不会干掉,他的大便就通了,对不对 有这样讲,也就是说,小柴湖汤通了三胶之后,那个通出来的水会转输给我们的消化系统 让这个消化系统得到滋润,是不是这样,这是标准的小柴湖汤症 问题是,这个东西呢,它的本来是阴沉五菱散症,是个湿热淤积在水道的状态 你把热拿掉,然后把它通了,然后把它灌盖到消化系统里面 那就是一堆湿冷之气灌到消化系统里面去 那灌进去之后会怎么样 如果,灌进去之后,它后面有两个可能性嘛 它一个说,食谷者约 就当你的这个,灌到消化系统里面,都是这种不太善良的这个湿冷之气的话 那这个人吃了,吃饭的时候,吃饭就会怎么样 会约,约的话,有一些些住家认为是干凹,是这样的,呃,这样的约 但是,后来比较详尽的考证认为说,这样弄紧的书里面,其实干凹就写干凹 所以约可能是别的东西,所以也有人继续考译,他们说约是,吃完饭后会,呃,就一般说的打嗝啦 那,那我们打嗝通常的病激是什么,我不敢说绝对,我说通常,通常打嗝的病激呢,是胃太寒 所以你用一些热的东西,热的药物,往往可以立刻把打嗝救回来,呃,不要说救回来,就是止住 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常常用的药,就是打嗝的话,只要吞一个柿子地就会好 这疗效大有八九成,就是柿地算是一个,柿子虽然是很寒的东西,但柿子地是热的 所以就去中药房要一个市地,中药房有卖的,像我们制打嗝的方不是有个丁香市地汤吗? 就丁香也是暖味的,市地也是暖的,那你如果不要煮清香市地汤,你就买一个柿子地,嚼一嚼吞下去 通常,呃,百分之七八十哦,柿子地一吞下去打嗝就好了 那,这个代表,打嗝它的病机是胃里面有冷气下不去,那你用什么东西把这个冷气拔下去了 那打嗝就可以挺出去,就有一坨冷气在那边 那现在这个状况,死骨者约,就是说,你啊,现在把这个热清掉 那一坨原来是属于太阴病的那个湿冷之气,还是维持原形,在三交待命 那你吃了一顿,你吃的东西下去了,然后,因为你柿虎汤已经把这条路打通了 于是这个消化道说,我需要一体好,灌过来,然后就变成,里面就一团湿冷,然后就开始打嗝 那如果说下重的话,我刚刚有介绍太阴篇那一条,所谓的辅惠当去 说太阴区快要好,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过去这个湿气都把它排掉 所以一天会拉好几次,好多次肚子 那同样的,就是当你把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把这条路打通了,却没有把那个湿热,却没有把那个湿气拔干净的时候 它呢,就是你消化道一动,它这个湿冷支气就冠进消化道,然后就变成好像大便会一直觉得什么东西我要把它 就那个湿冷支气消化道想把它打走,可是又打不干净,所以大便每次到完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大干净那种感觉 所以就这样子混杂成别的症状出来,所以同样是水道不通,那就有柴胡症跟阴沉503症这些种种的分别 那刚好就是这个水道这个东西呢,又挂到太阳区块,又挂到少阳区块,所以就必须在辩证上面有这个技巧 那同学我想这一条啊,虽然讲到那么复杂,因为他前面讲到,其实真正在看病的时候,是从那个二三下肢之后才开始看的,对不对 所以前面的那些线索,其实只是要告诉读者说,哦,这个病,因为他原来有一个细在太阴的那个太阴病的病基存在 所以之后才会有那些发展这样子,所以这个,这只是故事的前沿哈,就像是那个什么星际大战前三部曲一样 就你没看过,你一样可以看星际大战,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地方你记不得,就忘了它吧 那中间的部分这些症状记不得,那也忘了它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已经年纪不小了,记忆力其实也是蛮烂的 你硬要记,回家也是硬的就忘记了,所以不如就这样子,我们就记个很简单的 就是即使你看到有台湖症,可是如果水逆的症状有出现的话 那就阴陈五菱伞,或者五菱伞这个系统优先于台湖症,这样子好不好 就记到这么简单就算了,就不要再增加脑部的压力了,就知道到这样就好了 那,那下面这个七十一条呢,那它说三寒四五天,那这个四五天呢,大概就是 三寒四五天的话通常就是算那个什么一日邵阳,二日阳明那种讲法啦 就是传了一段,那四五天大概是邵阳的时间快过了 那它就说,生热雾风,有发烧,有怕风,这时候还是有挂到太阳 然后呢,景象降 那景象降有三个字一出来,你会知道邵阳的区块有没有被挂到 有,还有挂到邵阳的区块 然后呢,斜下满 斜下满,当然像张荣景的书里面满都可以念闷 斜下闷闷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说,这样子可以说是这个人他是有邵阳区块的病,对不对 那守足温呢,而渴,那守足温而渴这件事情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让你知道说 守足温,我们说这个病有挂到太阳病 那口渴呢,口渴在这里我们算是标示阳明病 所以这一条呢,张荣景现在给我们一个逻辑的头脑游戏 那是什么呢,就是有发烧 那太阳,少阳,阳明,甚至太阴都有可能发烧 那斜下满,头的侧边会难过 这个病也有在少阳 那会怕风,那太阳跟阳明都没什么怕风嘛 少阳也没什么怕风的感觉,所以是太阳,对不对 所以怕风这件事情关系到太阳 那会发渴这件事情呢,比较关系到阳明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内容之中呢,张荣景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病啊 它有太阳,有少阳,有阳明,有太阴,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之前也跟同学在歧视财务当的时候有讲到说 其实财务症本身就是一个常常混杂在太阳症之中 混杂在阳明症,混杂在太阴症之中出现的一个病啊 就财务的这个区域是凑理之间吧,就可以挂到的地方比较多 那么,这一个地方他就说,当这个人的症状是这样这样的时候 那就给他开小财务症 其实,当一个人的病邪,他有同时挂到好几条筋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要开小财务症的哦,不一定的 就是什么三阳的合并啊,什么二阳病病啊,都有别的方式可以用 那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看待它呢? 那我就说,这是一个逻辑游戏 怎么讲呢?就是太阳病可不可以挂到阳明? 可以,太阳病可以挂到阳明 比如说,太阳传阳明的时候有葛根堂症,对不对? 那太阳可不可以挂到太阳?也有可能哦 太阳直接内陷到太阳的机会是有的 然后,阳明可不可以挂到太阳? 有啊,阳明篇就有细栽太阳,对不对? 那当然,邵阳病是三个都可以挂 邵阳病可以挂到这里,挂到那里 可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了 就是太阳病有能力同时去挂阳明、少阳跟太阴吗? 太阳病有办法同时挂那么多条金吗? 太阳挂阳明我们常见了 太阳挂少阳也常见了 那太阳、阳明、少阳一起来也算常见了 可是太阳、阳明、太阴一起来就好像没听过了 所以如果以太阳做一个基础点的话 太阳病没有办法同时挂到那么多金 同样的,阳明病 它可以跟太阳挂,可以跟少阳挂,可以跟太阴挂 可是阳明病要同时挂到太阳跟少阳跟太阴 不太可能 那太阴病更是如此 太阳病可以跟太阳挂,可以跟阳明挂 但是同时挂阳明跟少阳跟太阳 这个太阳病也做不到 所以 这样子推了一遍你会发现 能够同时挂到 太阳、阳明、太阳的 只有少阳病 也就是 所以 当他四个地方都在病的时候 就证明他是少阳病 因为太阳病跟阳明病跟太阳 太阳病 都没有办法同时挂到四个地方 于是 没几些小子人是他杀的 然后就是 结果是少阳病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 蛮讨厌的这种动动脑游戏式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要 张宗景的书的其他的什么相传的东西 大家都看的比较熟了 就会知道他的这个逻辑 大概是这样子写的 所以 如此一来 就证明他是以少阳为主 然后就开小柴五汤 不过呢 这个汤开出去也是有取巧的办法 比如说像大陆的胡锡树教授 他就觉得 如果你这个人 他已经有这些发热的比较 热的比较重 就是有渴啊或者怎么样 你就想财户到里面加石膏也就是了嘛 就是财户跟白虎何方 那太阳 那阳明跟少阳一起移 这样也可以啊 所以 就觉得说 其实 如果你要一点点小犯规 财户到里面加 如果你真的分不出来的话 你财户到里面加石膏 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这样子 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这样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那七十条跟七十一条都是那种很伤脑筋的条目 而且这个伤脑筋里面又会感觉到作者的一种不友善 就是觉得说 你教医术就好好讲嘛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玩这种花招 这种感觉 那 那交这两条呢 我想也够累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闲聊 邵阳区块 就是我讲义里面有引用那个内经啊什么的 我们来就是 现在到下课之间我们就来闲聊邵阳区块 我跟你讲我昨天还志向很远道 就是我昨天在我的 我准备要交的课啊 是交完这个之后呢 聊一聊邵阳区块 然后呢 就要交那个热入学士的三条 然后再把邵阳篇的十一条一口气交完 我现在预计要交那么多的 结果呢 昨天交完这两条 然后邵阳区块还没聊一半 就下课了 我才知道说时间是蛮不经用的哦 就是我以为可以交的量 一次上课其实还不见得交得到一半了 所以 这意味着 如果我可以漠视于很多未来的讲义的话 我下礼拜可以玩一个礼拜 因为已经备好了课还有一半没交啊 这样子 那这个 那我们来 来看一看讲义里面 讲义的六十几页是不是 那个六十五页开始的 关于这个 胆经啊 还有三交区块的一些说法 那 我跟 我想啊 谈到这个事情呢 我大概要跟 同学说一下 就是 三交区块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 我记得前一堂课我跟同学说几个 我们临床上比较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我说三交区块 我们说水道的话 或许可以说跟淋巴有关系 这是一个或许哦 然后我又说三交区块 其实以功能来讲的话 很像是人体的自律 自律神经管辖那些地方 比如说消化机能啊 什么机能之间的 互相传递情报的啊 打电话或者是记性 我说神经的话就算打电话 内分泌就算记性 就是内脏之间传递情报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我又说如果你要说到 形而上的三交的话 那历代有一些医书 他们的 没有直接说这件事 但他的语感是指向说 三交是人的灵魂的一层模子 那这层模子就是真正的灵魂的我们 跟我们的肉体的一个界面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三交的论点啊 那但是我这三个论点都不是学术界认可的论点 首先三交是淋巴这件事情 只要说就被打叉 因为不可以这样子讲 那至于说 丈夫之间的讯息传递的这种关系 这是西医在讲的不是中医的理论 那至于说 形而上的身体 就是灵魂的模子这件事情 那没有人看得到 所以不能讨论 那 所以我觉得我说的三交是 我在临床上开药 觉得可以通用的 就是假设三交是那个样子的话 我开药就这样开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不是 不是学术圈所认可的三交 像中医的学术圈啊 所认可的三交学说呢 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吧 一个是所谓的 不畏三交 就是说用医书里面 古代经典里面说明的东西 去看他们怎么写 就是上交从哪里到哪里 然后中交从哪里到哪里 下交从哪里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藏斧啊 这个上面一坨呢 上面一个块叫做上交 中间一块叫做中交 下面一块叫做下交 这是所谓的不畏三交论啊 那另外呢 根据内经或者什么的说法 会看得出来什么三交是帮忙人 什么消化啊吸收啊什么的 所以呢 现在学术圈的第二个 大家比较能够认可的三交说呢 是所谓的气化三交说 这个气化当然 我说膀胱气化其实也讲到 行而上的身体去了 但是呢 学术界所说的这个气化三交啊 倒是没有那么复杂 他就是说物质代谢的三个阶段 称为三交 所以说呃 吃东西进来吸收啊 是一段 然后呢他什么营养啊 能量输入到哪里去是一段 然后最后废物从哪里排出去是一段 就是说用用古时候 关于三交帮忙消化吸收啊 的这些功能去说 其实我们在消化吸收的三个阶段 可以称之为三交这样子啊 那就是所谓的气化三交说 就是以物质代谢的这个三个阶段来讲 那另外第三个学术界 还算认可的三交学说 是所谓的辩证三交 什么叫辩证三交呢 辩证三交就是拿这个 温病学当做蓝本 因为温病学里头不是有说 温病得到以后是沿着三交传的吗 温刚得温病的时候是上交受风邪 然后他开始往中交蔓延 然后最后走到下交的时候病最重之类的 所以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的时候 他是上交病 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是中交病 什么病什么病是要用下交的药来医 就是用温病学的开药方法来分出三交啊 就是上交是初期下交是末期这样子 就是依照温病学的辩证系统去划分人体的这个得病的这个方 不同的症状 然后分出用生病这件事情来定出三交的所在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依循着温病学派的理论 那第四个呢 就是所谓的基本教义派 就是内经派 那内经里面就是三交是一个辅 那这是一个什么辅呢 那内经里面都有写说 这个三交啊什么拿上交从哪里走到哪里啊 经过哪里然后怎么样 那就是完全照内经的说法 那就是内经说三交这样上交这样走中交这样走 下交这样走 那我们就当它是一个辅 这个辅的机能就是这样运作 那就是第四种说法 所以现在这是学术界的四种三交说 那我想我引用这些古代经典的条文啊 跟同学做一个闲聊 这是在说 我上个礼拜介绍的 上上礼拜介绍的我所认为的三交 那是我自己自己个人以为在临床上面 比较好用的一个逻辑 就是思考上比较好用的逻辑 它是不是绝对对或者是绝对真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我用这个逻辑比较好思考 如果你叫我用现在学术界用的那几种三交的定论 我不知道怎么开药 所以这是我开药上面方便用的逻辑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 我呢我呢有我个人提出来的看法 那过去的医家或者中医的研究者 有他们提出来的看法 那所以我想说 找一个折中点啊 就是这些古代经典的原文呢 我想跟同学稍微过一过 那在过这些原文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说 哦所以呢这个中医的研究者 会从这些经文里面 归纳出他们认为的三交 而我也会从这些经典里面归纳出 我所认为的三交这样子啊 当把这些原始经典给同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 呃就算谁有什么 可能谁有什么不完整的地方 那有原始经典在那边的话 同学也会比较知道未来的取舍这样子 所以就是基于这些考量 所以就会给一些原始经典的内容 不过在说到三交之前哈 我们还是先把胆经看一看 65页 因为我们既然要介绍的是少阳病 对不对 总要知道少阳经是怎么走的 那我想我们也不用太 太去仔细的去认识穴道了 因为我们都不是针灸客 不过66页的两个图 同学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下 少阳经是如何如何在走的 你看他头上绕好多圈 对不对 就耳朵旁边绕过去 然后又绕到前面 然后绕到后面 哇 这头的好像脑子的大部分都被少阳 少阳经包住了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是 用肉体的角度看人体 对不对 所以不会觉得如何 可是你如果我们忘掉肉体 就从灵魂的角度看人体的话 哇 这个少阳经 就是人的脑 就被少阳经这样子缠住的感觉 就是人的脑 是两坨少阳经夹住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 就是 所谓霞天子一令诸侯 那少阳经就是标准的这个 就是 汉代末年的曹操 就是 这个大脑要听 要听少阳经的话 而且 一条少阳经还不够看 你看还有一个三郊经的很能帮着 就是67耶 三郊经的图 哇 也是绕在耳朵旁边 脑子旁边 所以就少阳经跟三郊经 联合起来 扣住人的头脑 当然你说 都脉啦 太阳旁光经啦 这些有没有在头上 有 有没有重要性 有 当然都有 但是 说到脑部的那个九大开关的功能的话 那还是少阳经 少阳经管道 所以 从它的走法上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少阳经呢 他这样的一路走下去 我们看65耶 他说他生什么病 其实 少阳经呢 说如果他这个少阳经的气不对劲的时候 他说他动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说什么 口苦 善大喜 大喜 我们也显成太喜 就是叹气 这样的 唉 这样一下啊 那 容易口苦 容易叹气 然后心邪痛 有心痛啊 就是胸口正中间 跟胸口侧面都有可能发痛 然后不能转侧 因为少阳经有病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啊 睡觉翻身会难过 所以不太容易 就是不能转侧 这是有可能的 就身体侧面很不舒服的意思 然后 然后呢 严重的什么 脸上看起来脏脏 这都体无高则 体无高则是有益的 因为少阳三交这个东西 跟人体的那个 表皮的那个 皮下组织很有关系 所以如果皮下组织 就是少阳三交如果有问题 皮下组织会变得怪怪的 所以体无高则 就是体看起来 体无看起来不润 那足外反热 那个是经络群形的位置 那就知道一下就好 那他就说 少阳经是主骨所生病者 那同学会不会觉得很特别 就是少阳经 为什么要管到骨头 我们人体到底骨头归哪条经管 我们如果用五脏辨证的系统 我们不是说肾足骨吗 对不对 所以骨头是肾在管 对不对 对 这没有错 就是骨头是肾在管 这件事情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 中医有一个病叫做骨针 就是骨头里面的这个 矿物质的磷这个东西 在自我燃烧的时候 骨头会从骨头里面烫烫的热出来 那退骨针的药 比如说用的 比较有效的药之一是牡丹皮 那牡丹皮其实就是退肝火的药 所以骨髓在烧的时候 你用的是退肝火的药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这个 比较跳跃式的讲法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 嗯 孙思鸟的书吧 应该是孙思鸟的书 我们以后会带到 今天我是没有 没有想要带到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 他就是骨髓啊 就是骨髓在热的时候 对应到肝 骨髓在寒的时候 对应在肝 这样子 就是后代的 就是也不是多后代了 至少孙思鸟的医学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 如果孙思鸟的医学是说骨髓跟肝 肝胆从进退 所以骨髓 太寒的时候 是要从胆治 骨髓太热的时候从肝治 所以有的时候在庭床上面 的确可以说他这些不三不四的话 是有意义的哦 那如果说 呃 如果要说骨髓的话 骨髓之海是什么 是脑 对不对 那人长脑瘤的时候要怎么医 那如果照五脏病症来 辨证来讲的话 脑瘤 是当肝因时或者是肾因时在意 所以他还是会对应到肝胆区块 那这是一个说法 这有好几 因为 像我们经脉交叉这样来来去去的 所以 每一个疾病可能都有很多个不同的路子 你说耳朵不舒服是不是肾 可能是 可能是少阳病 也可能是哦 很多条路子可以讲的 那你说 这个胆经哦 管到骨头生的病 我们看哦 胆经在 相关到骨头的穴道 其实是有的哦